本来寂静的云深不知处,突然变得特别热闹,魏无羡撅着嘴抄家规呢,抬头,拦战,怎么了? 蓝忘机皱眉打开藏书阁的窗户,一打开窗户,脸上的表情变了,天空上的东西是什么? 魏无羡凑了过来,哇,那是什么?海市蜃楼。 蓝忘机不吭声地打开藏书阁的门走了出去,魏无羡,等等我呀。 跟在蓝忘机身后,走到了云深不知处的盐武场,发现除了四长老蓝家的长辈们一个都没有来,蓝西辰、旺姬、叔父和其他长老们都不见了。 四长老摇头,消失的就拦起人,还有老大老三,等等,西辰,你父亲还在不? 蓝西辰一愣,我不知。 叫来一个门声,让他去看看清衡君在不在闭关之处。 江婉淫黑着脸过来,跟魏无羡低声道,咱们学子中也少了几个人。 魏无羡,谁不见了呀? 江婉淫,姚家的,一家的,林林总总的,竟然少了十三个人。 魏无羡看着放着一片红色花海的天空,这里的花有点像书中, 描写的幽灵之花。 四长老点头,确实如此,不过你也别把它想得太过神秘, 这就是一味药材,名为石蒜。 石蒜林经含多种生物碱,有毒,但可入药,有催吐作用。 石蒜还有治水肿的功效。 魏无羡,原来是这样啊,我还以为这花就是幽灵界才有呢。 四长老,你就是没注意,这花很多地方都长,不算很稀有。 魏无羡看着天空,突然开口,景色变了。 天幕中突然出现了一人。 蓝溪尘,那是平阳遥市的宗主遥不起。 众人的目光全部集中了,突然出现在天空画面上的遥不起身上。 遥不起像是看到了什么一样,吓得面无土色,甚至感觉身上都在打摆子。 魏无羡疑惑,遥宗主看到什么了? 吓成这样。 镜头从遥不起身上拉远,给玄政世界的人看到了遥不起看到的画面,声音也有了。 全是惨叫声,一片荒芜的土地上,天上的太阳照出来的是诡异的红光,有很多的人,那些人身无寸缕,还有一些蓝色皮肤,长着奇怪头颅的,像是怪物一样的人,手中拿着大铁钳,一手硬生生打开对面人的嘴,一手拿着铁钳把那人嘴里的舌头拔出来,并非一下子拔出来,而是拉长,慢拽,鲜血洒了一地。 被拔了舌的人,痛苦不已,疼得跪在地上死去活来的。 玄政世界,众人也吓了一跳,魏无羡,这是什么地方? 遥宗主怎么不跑? 或者试着打一下? 此乃十八层地狱第一层,拔舌地狱。 魏无羡,十八层地狱。 凡在世之人,挑拨离间,诽谤害人,油嘴滑舌,巧言相词,说谎骗人,死后被打入拔舌地狱。 魏无羡震惊,真的幽灵界。 可是遥宗主没有死吧? 魏无羡也就是这么一问,没想到那个声音真的回答了他。 检测到玄政世界恶人过多,只有真心悔改之人才可重返人世。 然后他看到了那个令他恐惧的大钳子,他开始挣扎,不管怎么样,也不能挣脱怪物的手。 嘴边的伤口裂开得越来越大,摇不起没办法去在意那个伤口。 他的瞳孔正在随着怪物的钳子而移动, 看着那根因为拔了太多人的舌头,变得血迹斑斑的钳子进入了自己的嘴巴。 最后冰凉的钳子夹住了他脆弱的舌头。 他的舌头就这样的一点点离开了他的嘴巴,疼痛侵蚀了他的大脑。 摇不起这辈子就没这么痛过。 又痛又怕,他也是知道原来一个人的舌头可以这么长。 直到他长长的舌头彻底离开了他的身体, 他也如那些疼得在地上打滚的人一样了,一边吐血,一边滚。 玄政世界所有人都不说话了,犯什么错会被打入这层来着? 挑拨离间,诽谤骇人,油嘴滑舌,巧言相词,说谎骗人, 可是人生在世,谁又能保证不会说谎? 难道死去之后就要入这拔舌地狱受苦吗? 魏无羡有些迷茫,完蛋了, 我说过谎的,等我死了,肯定也要去的。 那声音响起来了大功德之人不入地狱。 魏无羡更加迷茫了,看向蓝湛,功德。 蓝忘机看着魏无羡这副样子,抿了抿嘴,心里不太对劲。 他可以确定自己不犯这些的。 蓝忘机最后忍不住还是说了一句,别怕。 魏无羡,我只是有一点点怕。 想必大多数人都是怕的,可能从这一刻起,所有人都会畏惧死亡了。 姜婉吟怕得脸色苍白,魏无羡,你说行过安魂礼不是会直接投胎转世吗? 还会进这个什么地狱吗? 魏无羡摇头,不知。 不过想也知道,应该不可能的,毕竟姚宗主还是活人,都被拉进了跋舌地狱。 魏无羡指着那些光着身子的人,你看他们的舌头又长出来了。 众人看过去,发现魏无羡说的是真的。 那些人的舌头又长出来了,可是姚宗主并没有。 蓝溪尘,那些人,不对,那不是人,那是魂魄,也就是故去的人。 所以他们的舌头可以长出来,姚宗主不行。 因为姚宗主还是人,若是他死在了那里,就算他真心悔过,还能回来吗? 姚不起瞬间掉入了一个黑洞之中,姚不起的脸上露出恐惧的神色,却因为没有了舌头喊不出声音。 等黑暗过去,姚不起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。 同样的红色太阳光,不过这里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大蒸笼,一旁还有长着一身毛的怪物,虎视眈眈的看着他。 那声音响起来了。 地狱第五层,蒸笼地狱,凡是平日里家常里短,以鹅传鹅,陷害,诽谤他人,死后入蒸笼地狱。 姚不起显然也听到了这句话,吓得疯狂逃窜,可是这里,就跟跋舌地狱一样,是跑不出去的。 最后姚不起被怪物抓住,塞进了热气腾腾的蒸笼之中。 玄政世界的视线,跟着姚不起进了蒸笼。 魏无羡的心口狠毒,他,这世上居然还有这样的人。 蓝西辰心里倒是安定许多,虽然进地狱的条件描写,感觉人人都犯过,可是应该也是有条件的。 虽然说谎不行,应该是有人因为你的谎言受到了伤害,若是一个无伤大雅的谎言,应该是没事的。 蓝西辰开始回想他叔父的做过什么,他突然想到了一点,他母亲,可是他叔父在这件事上做错了什么呢? 蓝忘机的脸色也不太好,又一个人出现了,是姚不起的儿子,也就是他们消失的同学。 那声音又响起来了,第十八层,刀具地狱,偷工减料,欺上瞒下,诱拐妇女儿童,买卖不公之人,死后入刀具地狱。 那姚家子疯狂大喊,我没有,我没有啊,你放了我,我什么都没干。 可惜他,还是被几个怪物,呈大字形,捆在了木板上,那怪物拿出刀具,从姚家子的裆部,游下至上,慢悠悠地拉到了头部,彻底把他一分为二才算完。 那惨叫声,听着看到这一切的所有人都汗毛耸立,血肉内脏随着他被分开流了出来。 而姚家子稍显混沌的魂魄,又被绑上了木板,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个过程,痛苦永不停泄,又开始播放了姚家子的生平。 原来这姚家子年纪不大,喜欢玩弄年纪不大的小姑娘,给骗过来,玩个几天就给扔出去。 那些小姑娘年纪太小了,什么都不懂,可是他们父母懂啊。 好一点的家长带着自己女儿远走他乡,不好一点的,不敢报复姚家的人,只能逼死自己的女儿。 魏无羡,她是畜生吗?最小的只有五六岁。 蓝忘机咬着牙,是。死不足惜。 姜婉淫也有些沉默了,聂怀桑一直拿着扇子挡着脸,她不同情那姚家人,她同情那些可怜的小姑娘。 又来了一个人,身穿蓝家校服,还没看清脸的时候,蓝锡尘和蓝忘机心里一个机灵,没想到拉近却是一张不太熟悉的脸。 一门声,少宗主,这是外门门声苏舍。 蓝锡尘皱眉,嗯。 第十五层,折行地狱,挖坟绝木之人,死后入折行地狱。 苏舍大喊,人死都死了,我挖了怎么了? 凭什么不让我挖,你又是什么东西?凭什么来评判我? 我靠自己才走到今天,你就是瞧不起我。 玄政众人,这个苏舍有些牛啊。 他们也期待着苏舍能逃出来,毕竟大家都害怕地狱。 折行也就是凌迟,绝对的酷刑。 不管苏舍再怎么叫嚣,他也打不过这些怪物,最后被绑了起来,有些钝的刀子,把苏舍一点一点削干净。 苏舍也从一开始的,你瞧不起我之类的话,变成了我错了,我知道错了,放了我之类的。 可惜并没有错,最后苏舍成了一具骨架。 他的魂魄出来,继续无尽重复这个过程。 未无限,这,只是因为挖坟吗? 天幕上开始播放苏舍的事情,原来这人就是他杀的。 当年兰家招门生,不可能来人就收的,最后是苏舍和他朋友,兰家检查了一下二人的资质,最后他朋友成功进了兰家,因为他的资质好一些。 未无限,兰先生在看什么呢?那不就是一块石头吗? 兰起人一直呆愣地站在原地,一动不动地。 镜头一转,画面变了。 兰西辰眼睛放大,母亲。 兰望鸡也愣在了原地,他看到了在梦中都不能见到的母亲。 未无限看着那个少女,这是你的母亲啊。 真好,他都忘了自己的阿娘长什么样子了。 他们看到了少女的一生,与心上人再外野猎,回家却发现了父母亲人全死了。 他在现场只找到了一个兰家嫡系玉佩,得益于他心上人是兰家宗主,他是认识这些的。 看天幕的人一片哗然。 魏无限抿嘴,兰战。 兰望鸡脸色黑得可怕,他并不了解当年的事。 对于母亲,兰家,所有人都说是母亲犯了错。 可是,明明不是这样的。 看到少女疯了一样地跑去了云深不知处,因为心上人的缘故,他可以直接进去。 没想到他一进去,就看到了心上人的师父二长老,少女拿出玉佩询问这是兰家哪位的。 二长老苦涩地承认是他干的,是他在神志不清时,坐下的孽。 少女有些疯狂地拔出了剑,二长老甘愿赴死,死在了少女的剑下。 真是凑巧,二长老刚死在少女剑下,所有兰家人都出现了,一切都那么刚刚好。 魏无羡感觉不对劲,我感觉被算计了。 之前的兰家人察觉不出来,可是把全程放在他们眼前,他们怎么可能还察觉不到? 四长老有些崩溃地捂着脸,我就算当年的事有蹊跷,可惜谁也不听我的。 都被仇恨冲昏了脑袋。 片幕中的兰家人看着自己亲人死在自己面前,怎么可能不发怒? 而顺利地杀了二长老的林青青也是一副甘愿赴死的模样。 片幕中的兰启人大声询问林青青为何杀了二长老,林青青是认识兰启人的。 她说二长老杀了她全家,还把那块玉佩拿了出来。 兰家人自然不信,兰启人问林,可以因为安魂里的缘故,深无怨气的二长老已经投胎去了。 想问无处问,兰家人自然是相信自己家人的,在他们心中二长老就是一个君子,一辈子从未做过任何出格的事情,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杀了林青青全家? 他们要杀了林青青,这个不仅杀了二长老,还侮辱她名声的女人,青衡君出现了。 她保住了林青青,说她是她的妻子。 结果就是林青青无名无愤地被关在了兰家的龙胆小柱,二人对着天地拜了三拜。 林青青怀着兰西尘时,曾经问过青衡君,你相信我说的话吗? 青衡君躲避的视线,让林青青彻底死了心。 她不信她。 林青青从这时再也没说过当年的事了。 兰西尘出生之后,兰家长老们以罪人不配养育兰家子四为由,把兰西尘从他身边抢走。 在兰起人的劝阻之下,定下了每月可以见上一面。 后来她又怀孕了,第二子兰望姬出生之后,兰家长老不愿意青衡君再见那女子了。 青衡君最后去看了一眼女子,转身就毙了关,再也没有出来。 兰西尘,是我错了。 四长老拍了拍她的肩膀,知道错了就好,希望这个地狱的出现能给我们一个挽回的机会。 天幕又开始变幻,来到了他们第一次见过的地狱,第一层跋涉地狱。 镜头一拉近,那个举着紫色鞭子,一脸不愤的,不是于子渊还是谁? 姜婉淫大喊,阿娘。 突然对魏无羡道,魏无羡,我阿娘为什么在里面? 魏无羡本来也为于夫人担心,可是姜婉淫的问话让她有些茫然,江澄问她。 她又怎么会知道? 姜婉淫怒气,魏无羡,你快让这鬼东西放了我阿娘。 魏无羡张大嘴,姜誠,我,我做不到啊,怎么会听我的呢? 其他人用着神奇的目光看着姜婉淫,这江少宗主以为她师兄是什么。 姜婉淫,刚才那个鬼声音都回答你的问题了,你快跟她说,让她放了我阿娘。 魏无羡一脸恍惚地开口,前辈,可以放了于夫人吗? 那声音没有回答魏无羡。 姜婉淫发了风,拔出三毒玉剑往天幕的方向而去,似乎这样就可以就回她阿娘一般。 可惜不管她怎么遇见,那个天幕永远触摸不到。 于子渊也开始面临被拔舌的难关。 蓝望鸡,魏英,吴生命危险。 魏无羡抿着嘴点头,姚宗主的经历,让他们知道了拔舌地狱确实没有危险。 只不过痛苦一些,失去自己的舌头而已,现在魏无羡担心的却是。 基本拔舌地狱和蒸笼地狱的罪名差不太多,既然于夫人已经进了拔舌地狱,八成是要进蒸笼地狱的,那个地狱有去无回的。 姜婉淫最终放弃了寻找地狱入口就她阿娘的想法,崩溃地回到了原地。 紧张地看着天幕,希望她阿娘可以逃出去。 于子渊一边大骂着,一边被怪物抓住,在地狱之中, 她的法器根本没有作用,而且那个声音说着禁拔舌地狱的罪名。 于子渊一点悔过之心都没有,诽谤他人。 啊,我说的本来都是实话,藏色那女人就是一个贱人,魏长泽就是家仆。 魏无羡心里的担心瞬间消失不见了,她不想为这个到了这个时候还在辱骂她父母的人担心了。 一旁的姜婉淫,没错,我阿娘从来都是说实话,为什么要折磨我阿娘? 魏无羡低下头。 一旁的兰启仁,魏长泽不是家仆,江夫人确实在诽谤他人。 魏无羡抬头,我爹不是家仆。 他都信了。 兰启仁叹气,魏长泽是江宗主的师兄,跟你和江婉淫的关系一样。 后来他跟藏色成婚,便离开了江家成了散修,又怎么能算得上家仆。 魏无羡红着眼睛,一声不吭。 江婉淫在一旁,还想狡辩什么,可是上面拔舌行动已经开始了。 不管于子渊如何叫嚣,那个不满血迹的大浅子还是欠住了于子渊的舌头。 江婉淫,阿娘,放了我阿娘。 可是,不管他如果大喊哀求,舌头被越拉越长,血顺着于子渊的嘴巴往下流。 于子渊的脸上也露出了痛苦之色,不过能看出来即使到了这步,他也没有半分悔过之心。 那道声音响起来了,蒸笼地狱,于子渊,你有没有半分悔过之意? 于子渊睁大眼睛,看着泛着红光的天空,若是这个声音出现在他眼前,相信于子渊一定用尽全力把他扒皮抽筋,眼睛里的恨意都要溢出来了。 本想给你一次机会的,可惜啊。 于子渊张开嘴巴,不断开河,却发不出声音,可是懂淳于的却能看出来,他一直在骂着一些什么。 那些怪物逐渐向于子渊接近,把于子渊扔进了巨大的蒸笼之中。 江婉淫崩溃地跪在地上,绝望地哭喊,放了我阿娘,求求你,放了他吧。 可是,不管他如何大喊,如何哀求,于子渊也在蒸笼中慢慢地被蒸熟,魂魄飞出了蒸笼。 他死了。 江婉淫一脸空洞地看着他阿娘的魂魄,喃喃,阿娘。 他知道,他的阿娘再也回不来了。 一旁的学子大喊,还没有结束,又换了一个地狱。 铜筑地狱,恶意纵火,或为了毁灭罪证,报复,放火害命者,死后打入铜筑地狱。 于子渊成了鬼之后,终于能发出声音了,于子渊的衣服被扒光,被怪物们绑在了高两米左右的烧红的铜条之上。 皮肉被烫得滋拉作响的声音传到了所有看天幕的人耳中。 于子渊的惨叫声不绝于耳。 如今的于子渊再也没有力气叫骂了。 总算熬过了铜筑,场景一变,于子渊又回到了第一层跋涉地狱。 从今往后,于子渊就会在这三层地狱不断地循环,直到他身上的罪孽喜倾。 天幕一变,开始播放于子渊的声评。 传播责赞二人的谣言,简直是他此生中最轻的罪行。 因为江峰年跟一个漂亮女人多讲了几句话,于子渊转身便杀了那女人全家,杀人放火,不外如是。 甚至小了他十几岁的树妹,在他母亲耳边说了一句,姐夫很好,就被他骗了出去,一番折磨之后杀了,尸体还扔进了乱葬岗。 他这辈子,好像都在防备所有人,认为谁都喜欢他的丈夫,不是出言侮辱,就是杀人放火,堪称风魔。 众人,江婉淫哭着道,那群人死就死了,为什么要害我阿娘,本来就是他们的错,谁让他们想勾引我阿爹的。 魏无限红灼眼低下头,他阿爹阿娘都离开了江架,为什么还要毁掉他们的身后名?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,于夫人就该下地狱。 他抬头看着那个天幕,蓝先生能顺利从那里回来,其实也因为他虽有罪,可是他知错能改,蓝夫人的死也不是他造成的,他只能说是一个帮凶,一个不了解内情,偏向自己家人的帮凶。 而于夫人的罪,不只是传播谣言,他该下地狱的罪名是滥杀无辜。 如今死在地狱的人,不管是姚家父子还是苏舍于子渊手里都有无辜之人的性命,天幕换人了。 魏无限觉得这人有点眼熟,一时没想起来是谁。 一旁的金子轩哭了,母亲,是金夫人。 金子轩突然跪下了,我母亲犯了什么错,我可以代替她受苦,让我下地狱吧,放了我母亲。 天幕又开始变了,镜头拉近,众人看清了那名流着冷汗,面目苍白的男人,不就是一项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江峰年吗? 江婉淫大喊,我阿爹什么都没做,放了我阿爹,放了他呀。 魏无限难难,江叔叔。 他对于子渊有怨,可是对江峰年没有,看着天幕,他也冷静不了了,前辈。 江叔叔什么都没有做,他是一位好人。 好人? 那你睁大眼睛,好好看看他的罪名。 聂怀桑打开扇子挡住脸,因为于子渊太过出名,他还真不知道江峰年是什么样子的人。 不过一打听,关于江峰年都是美名,还有对他娶那样一个妻子的惋惜。 放心,地狱不收无罪之人。 魏无限抿着嘴,他不相信江叔叔真的犯了罪不可赦的事。 镜头拉远。 灭怀桑,刀山。 刀山地狱,杀害兄弟者,亵渎神灵者,死后入刀山地狱。 这里改了地狱设定。 灭怀桑,杀害兄弟,亵渎神灵。 所以,江宗主犯了哪一条? 一旁的其他学子,曾经江家内乱时,江家庞系全死了,不会是那些人吧? 灭怀桑皱眉,那应该不算吧? 那只能算得上成王败寇,可是江宗主是独子,没有兄弟。 庞系的人即使跟江丰年算得上兄弟,那也是隔了八里远的兄弟,应该不是。 有一位学子眼睛一亮,我知道了,是一兄弟,你们记着吗? 我们结义的时候会说什么? 灭怀桑,有福同享,有难同当。 金子轩,不求同年同月生,但求同年同月死。 学子摇头,在之前一定会加一句上刀山下火海啊。 众人突然明白了江丰年为何在这刀山地狱了。 灭怀桑一愣,那江宗主曾经结拜过兄弟。 为无限求助地看向兰启仁,兰启仁摇了摇头,我也不知。 江丰年浑身颤抖,可能是地狱那道声音确定这人无药可救,也可能是罪行太重。 所以并没有问他有没有悔意,那群怪物向着江丰年扑来。 江碗淫在外面绝望地大吼,辱骂,可是毫无作用,江丰年被扒干净衣服赶上了刀山。 他每走的一步,血都会流得到处都是。 江丰年痛苦的模样,让众人心口发凉。 他们以后可不敢随意发誓,随意结拜了,实在是太可怕了。 可能因为江丰年是活人,所以不像那群成了鬼的,一直在刀山上翻滚哀嚎。 他艰难地爬过刀山,脚心手心几乎断裂为代价活了下来。 魏无羡松了一口气,还好还好。 他觉得江叔叔即使犯过错,应该罪名不大,闯过刀山地狱应该差不多了。 江碗淫哭得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,看到他爹还活着, 松了一口气瘫在地上。 镜头一转,江丰年浑身不着寸缕,又换了一个地方。 江碗淫大吼,为什么还有?你放了我阿爹? 镜头拉远,这个天空是红的,地上是荒芜一片的地方,架起来很多个巨型的大黑锅。 里面是黄灯灯的油,锅上冒着的烟,还有锅中的油冒着泡泡。 江丰年的眼睛瞪得老大,仿佛在下一刻眼珠子就要瞪下来了。 可是不论他怎么挣扎,他的头慢慢地向着热气腾腾的油锅靠得越来越近。 江丰年似乎都能感受到溅起来的油花打在脸上的灼热的疼痛感。 江丰年这辈子都没这么怕过,他绝望地大喊,我知道错了,我不该做那些事,放了我,放了我吧。 他的一声声求饶最终还是被油锅淹没。 片幕外的人见到这么凄惨的画面,纷纷闭上了眼睛,实在,看不下去啊。 仿佛人在那个世界不比案板上的鱼来得好一样,就那么活生生地扔进了油锅, 炸得是外皮酥脆,江丰年的皮都炸成了虎皮状,可见油锅的温度又多高了。 江丰云见到自己父亲死得那么惨,终究是受不住了,眼睛一番晕了过去。 魏无羡赶紧接住江丰云,红着眼睛不敢看天幕中江丰年的惨状。 江丰云的魂魄从那具虎皮状的身体中飞出来,一转眼又来到了熟悉的地狱,同住地狱。 有一位学子不敢置信的道,还有,江丰云到底做了什么? 魏无羡抬头,还有。 同住地狱,杀人放火者入的那个,江叔叔也做了那种事情吗? 江丰云的魂体被绑在了同住之上,反复烙,转眼又来了一个新的地狱。 第四个了,居然出现了四个地狱。 血池地狱,凡不尊敬他人,不孝敬父母,不正直,歪门邪道之人,死后将打入血池地狱。 江丰云的魂体被扔进了血池之中,在血池之中不断浮沉,最后进了一处深渊。 无见地狱,最大恶极者打入无见地狱,永世不得超生。 魏无羡,江叔叔到底做了什么? 聂怀桑也茫然,无见地狱里是什么样子的? 无见地狱就是不断地在十八层地狱的每一层受苦,永生永世,直到魂飞魄散才可以结束。 所以,人听到那声音的解释之后,心里都是寒凉一片, 以后不管做什么都要考虑一下了。 活着的时候痛快,死了之后这也太苦了。 若是被打入了无见地狱,还不如一开始就魂飞魄散了。 天幕上开始播放江丰云的生平。 第一幕就让魏无羡崩溃的彻底。 江丰云把责葬二人骗出去,说是助他除以凶兽。 二人到了乱葬岗附近,果真看到了那个凶兽,拼命地与他争斗。 那凶兽实力不俗,再加上有个江丰云在故意拖后腿,两人历劫才杀了凶兽。 还没等二人歇息一下,就被江丰云一剑穿心。 而后,尸体还被扔进了乱葬岗之中。 魏无羡的眼泪不断地落下来,看着怀中还在昏迷的江碗银,身上一抖, 把他扔了下去,不断地后退摇头。 蓝旺鸡赶紧过去,搂住崩溃的魏无羡,魏英,魏英,看我。 魏无羡看着蓝旺鸡,嘴巴不断地开合,已经发不出声音了。 蓝旺鸡突然把他抱在怀里,魏英,温柔地拍着他的后背。 魏无羡突然哭出了声,一旁的四长老松了一口气,能哭出声就好。 江丰眠这段记忆实在太过于触目惊心,不仅在云深不知处的人看见了, 全天下的人可,都看见了,包括了在莲花雾中安慰哭泣不已的江艳离的江家弟子。 小三看到自己的父亲居然是那么死的,他对自己父亲自然是有记忆的。 他记着他父亲,叶烈失败而死,父亲的结拜兄弟师父好心收养了他,让他不至于流落街头,没想,到真相这么可怕。 江丰眠事先看中了有修炼资质的他,然后才找上了他的父亲,他红着眼睛看着不断哭,气得江艳离,江丰眠死了,可是我的仇该怎么办呢? 其他知道真相的江家弟子用着仇恨的目光看着江艳离,江艳离泪眼婆娑地看着他们。 最终这群少年还是没忍心杀了这个从小对他们不错的女子,把他赶出了莲花雾。 小四、三师兄、江丰眠和余子渊都死了,我们以后该怎么办? 小三眯着眼,不知道与家人还有没有剩的,不能冒险,咱们把江家东西分了吧。 我,以后想像我父亲一样做个自由自在的散修。 小弟子们纷纷点头,而附近百姓家来的门声也听小三的话,一群人把江家所有值钱的东西找了出来,瓜分干净,然后迅速消失干净。 江婉淫还不知道自己被偷嫁了,清醒过来的她看着空无一人的天幕发疯,我爹呢? 魏无羡,我爹是不是活着呢? 她突然发现所有人看她的目光都十分冷漠,魏无羡看她的目光也十分复杂,那目光她,不喜欢,她害怕,魏无羡,你说话啊。 她的声音有些抖,魏无羡嘴角一勾,她笑了,死了,你爹死了。 江婉淫不敢置信地看着魏无羡嘴边的笑容,你居然笑。 我爹死了,你居然笑了。 魏无羡,你。 魏无羡红着眼,一边笑一边哭,我为什么不能笑? 我就要笑,你爹死了是你爹最有应得。 她活该,那句活该甚至喊了出来。 蓝忘姬看着魏无羡痛苦的模样,心痛不已,上前,魏英。 魏无羡恨恨地看了一眼江婉淫,转头把头埋进了蓝忘姬的怀里,嚎啕大哭。 听到魏无羡的哭声,江婉淫不解魏无羡为什么要这么说,她也害怕魏无羡也不要她了。 如今父母都死了,她以后该何去何从,其实,江婉淫潜意识里,魏无羡就是她的依靠。 可是,不知她昏过去那个天幕又放了什么,魏无羡明显不对劲了。 江婉淫红着眼,可怜巴巴弟,魏无羡,到底怎么了?魏无羡? 魏无羡根本不听江婉淫的话,抱着蓝忘姬哭得痛快。 天幕中又出现了新人,一围春。 无外乎就是那几个地狱,几乎一个照面就被抓住,被折磨死了。 看他被折磨,不如看他到底做了什么必须下地狱的事。 聂怀桑感叹,地狱的罪名看着是所有人都犯过的,什么说谎之类的。 可是都是他们犯了杀人放火之类的罪名中夹杂的小罪。 其实,下地狱的前提就是他们犯过大罪。 看见自己舅舅也出现在天幕中,江婉淫更加崩溃了,他开始催眠自己。 天上出现那个东西都是假的,他的父亲母亲都在家里呢,他们在等他。 不去看天幕中他舅舅死亡的惨状,也不去看他舅舅究竟都做了什么恶事,主打一个掩耳盗铃。 从于宗主开始,梅山于世的人开始轮番上阵,其他人不知道梅山于世剩几个。 不过嫡系那几个基本一网打尽,就连年纪最大的于子渊的母亲都没逃得了。 这位老太太一生,可谓是兴风作浪,手下无辜女子的命更是无数。 魏无羡已经冷静下来了,蓝忘机搂着他坐下,魏无羡一脸疲惫地靠着他。 蓝起人强迫自己看着天幕中那些熟悉的脸旁干的事情,以前他跟这群人互称道友,可是什么是修道? 他们真是修行之人吗? 蓝起人突然有些顿悟了,也许这就是暴山散人离开城市隐居深山几百年的原因吧。 修行之人本该维护这世间正道,保护百姓,可是他们这世界,欺辱百姓,无恶不作的就是他们这群所谓的修行之人。 金子轩,父亲! 金光扇出来了。 金夫人低谋突然道,子轩,我身体有些不舒服,你带我先回去休息可好。 金子轩这个妈宝男,即使不愿意,可是既然他母亲开口了,他也会照办,母亲,我这就扶你先回去休息。 他在蓝家厅学,自然是有客院的。 金夫人扶着金子轩一离开人群,他小声道,我们离开这里。 金子轩不懂,为何? 天幕中的金光扇已经到了第一层,金子轩有些担心地一直往天幕上看。 金夫人红着眼睛,你父亲做了的是庆竹难书,你留下了难免受到连累。 听母亲的话,我们快跑,等你父亲死了,天幕开始放他的记忆,我们就跑不掉了。 金子轩听完自己母亲的话,虽然不敢相信他父亲做了什么罪不容诛的事情,但是也听话地遇见带着金夫人离开了蓝室。 金夫人这么多年,金氏宗主夫人不是白当的,自然有几处安身之所。 带着金子轩躲了进去,天幕上的金光扇第一个地狱还是拔舌地狱。 舌头被拔掉了,金光扇从一出现就表现出了他的废物本能。 余子渊从头到尾,人家都没有求饶呢,可是金光扇从一开始就开始求饶,可惜他求饶没有用。 舌头还是被慢悠悠地拔掉了。 灭怀桑,金宗主居然,他话未说完,之前进拔舌地狱的男人也就遥不起罢了。 可是遥不起是修真界闻名的大嘴巴,金光扇私底下到底做了什么,居然先进了拔舌地狱。 灭怀桑,新的。 他们又看到了一个新的地狱。 剪刀地狱,强女干妇女,男子,管生不养者入剪刀地狱。 这个地狱设定我改了,梦瑶看着天幕中不断咳血的金光扇露出了一个释然的笑容。 他满心的恶念都被这个秃,然出现的天幕打碎。 从今天开始,他也要好好生活了,争取寿终正寝之后不下地狱。 铁树地狱之前还没有人受过刑,只听过,所以看天幕的人多少还是有点新鲜感的。 铁树铁树,自然是铁做的树,树上的叶子皆是利刃。 怪物把因为那处受伤走不快的金光扇很轻易地抓了起来。 铁树上的利刃挑起了金光扇后背的皮肉,把它挂在了树上。 一学子咽了咽口水,这需要挂多久啊? 毕竟人是有重量的,随着挂的时间越来越久,那块皮肉可能支撑不了多久。 灭怀桑看着天幕上金光扇痛苦争鸣的脸,轻声道,很快,皮肉撕下,他就可以去下一层地狱了。 魏无羡恍惚,抬头看了看有些刺眼的太阳,在这一瞬间,他觉得好像处于梦中,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。 蓝旺鸣抿着嘴看着魏无羡,觉得他状态不太对,魏英,我在。 魏无羡看着他,艰难地露出一个笑容,嗯。 他以为蓝湛一直很讨厌他呢,结果在这种时候,在他身边安慰他的一直是蓝湛。 蓝旺鸣,不想笑就不要笑。 魏无羡一愣,把嘴角拉平,不再勉强自己笑了,蓝湛,你可真好啊。 蓝旺鸣有些低落,我不好。 之前他对魏英太坏了。 四长老等在这里,就是为了看他们家的人都怎么样了,有些不耐烦看金光扇。 我去给这孩子配要熬药,他这身体早些痒就能早些好。 对了,你们不饿吗? 一学子感叹,蓝四长老,谁看这东西能吃得下饭啊? 四长老嫌弃,为什么吃不下饭? 人是铁,饭是钢,一顿不吃饿得慌。 反正老头子,我要回去吃饭了。 看着四长老离开的背影,聂怀桑感叹,四长老真是没白长那身肉。 全是一口一口吃出来的。 蓝旺鸣低头,魏英,可要用饭。 魏无羡,本来是饿的,可是想到食堂的饭菜,又不饿了。 学子们点头,本来被这天目弄得就没食欲了,一想到蓝家的饭菜更没食欲了,算了,一顿不吃饿不死。 蓝旺鸣,魏英,你跟我来。 魏无羡有些迷茫地跟着蓝旺鸣走了。 剩下的人看着在铁树上挂着痛苦扭曲的金光扇也是有些索然无味,这个地狱还真没其他地狱刺激。 魏无羡看着面前慈眉善目的女子,有些害羞地笑了笑。 蓝旺鸣行礼,书祖母安。 四长老夫人拍了拍一旁的魏无羡的肩膀,你这孩子叫我四奶奶就好。 魏无羡,四奶奶,魏无羡给您行礼了。 四长老夫人笑了,快进来,老头子跟我说过了,我做饭带了你们的份。 因为天幕上的一幕幕太过残忍血月星,所以四长老夫人也没有做什么大鱼大肉。 只是简单的青粥小菜,可是就这样的饭菜才激起了魏无羡的味蕾,吃了两大碗青粥,吃了两个小包子才算完。 四长老夫人,之后经常来我这里,你之后要喝药,不能吃蓝家的药膳,药性会相冲。 魏无羡笑了,这次是真心想笑的,多谢四奶奶。 就在他以为他无家可归时,蓝家收留了他,所有人都对他很有善,让他没那么难过了。 同住地狱,刀山地狱,冰山地狱,油锅地狱,牛坑地狱,石压地狱,冲咬地狱,最后一层火山地狱。 让看天幕的人长了见识,原来地狱折磨人的花样这么多呢? 最可怕的是,成了鬼,只要脱离了一个地狱身上的伤口就会好。 在下一个地狱,以最好的状态受刑。 本来已经轻松的众人都说不出话了,这也太可怕了。 有很多做过恶事,但不是特别大恶事的人已经吓得半死,甚至开始研究如何在死亡那一刻魂飞魄散了。 反正他们死也不想入这地狱。 坐在四长老院子里的魏无羡喝下了第一碗药,四长老还贴心地给了他一块酸甜的果斧。 魏无羡抬着头,看着金光扇的惨状,他到底做了什么? 蓝忘机,快放了。 在金光扇经历过最后一层地狱之后,总算掉进了无尽的黑洞之中。 对于观看的他们是一个结束,可是对金光扇可能是刚刚开始。 无见地狱,一个听一下就觉得可怕的地方。 天幕开始播放金光扇的生平。 第一幕就是杀凶,为了夺取宗主之位,可惜金子勋已经进去了。 看不到自己最信任的叔父其实是杀自己父亲的凶手这件事。 金光扇杀了自己兄长,可是他做法不太高明,让他父亲发现了端倪,最后他一不做二不休,把他父亲也杀了。 金老宗主也没想到自己养出来了一个是父杀凶的东西。 魏无献张大嘴,他好像明白了金宗主怎么能十八层地狱轮着来了。 这么长时间,这么多人,还真的没有把自己爹和哥哥都杀了的。 蓝忘机的眉头紧锁,事情还没完,终于得偿所愿,得到金家的金光扇,不可能就这么安生下来。 他就是一个下流的东西,兄长留下的妻子刚生了孩子没多久,就被他染纸了。 还有他父亲留下的,小妾,只要是有点姿色的女子,都没能逃了他的毒手。 魏无献的眼前一黑,他听到了蓝忘机的声音,魏英,别看。 原来是蓝忘机用手捂住了他的眼睛。 感受着蓝忘机温暖干燥的掌心,魏无献心里也暖暖的,我不看,那蓝湛你也不许看了。 蓝忘机,嗯,我也不看。 专注地看着被他捂住眼睛的魏无献,眼睛里的情意都要溢出来了。 魏无献看不到此时此刻的蓝忘机,可是寺长老夫人能看到啊。 老夫人有些恍然大悟般地笑了笑,转身进了屋。 下面就是金光善的烈焰使了,主打一个玩,玩完了就算完了。 他从来不把那些女子生的孩子当回事,这个时候金夫人已经给他生了嫡子金子轩。 金光善就承认金子轩一人是他的孩子,其他的他从来没瞧得起过,可是还在不断地制造私生子。 金子轩躲在金夫人怀里哭,金夫人红着眼看着金光善的记忆。 他这辈子最悲哀的就是嫁给了这么一个男人。 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是真的爱过这男人的,从一开始发现男人的事情歇斯底里,做出恶事,到后来当作视若无睹,把儿子当成唯一的寄托了。 不仅在云深不知处的聂怀桑响发疯,在不静视的聂明爵已经开始发疯了。 还有温家人消失了大半,被温大长老抓出来的温若涵。 温若涵不敢置信地看着天幕,所以人都以为老聂是我害死的。 温大长老,原来真不是你啊。 温若涵,大长老,原来你也不相信我,我是那种人吗? 温大长老,你都闭关十几年了,我哪里知道你是不是闭关闭太久闭变态了。 温若涵,我一直在闭关,哪有时间做这些? 居然让金光善那个蠢货钻了空子。 温大长老不服气,你又不是没有心腹,想干点什么我怎么可能知道? 温若涵,离气死只差半步。 金光善的记忆开始从这里,就开始是他算计各家的了。 从可怕的就是,几乎所有人都被牵连其中,全是那种虽然不损害家族大力,可是让各家族隔应到不行的往事。 所有人都恨不得冲进那个天幕中,把金光善抓出来,再折磨一百遍。 最后放的却是当年清衡君师傅为何发疯杀了蓝夫人一家的真相? 原来是金光善派人给清衡君师傅下了迷心伞。 修真戒各家的诸多悲剧居然都是金光善一手引起,他那不算高明的手段。 不知为何屡屡成功,搅得原本平静的修真戒成了一团乱马。 众人就算再怎么生气,金光善已经落入了无间地狱,再也出不来了。 魏无羡虽然看不到,可是他有耳朵,听到了金光善对蓝家的种种林木。 原本覆盖在他眼睛上温暖干燥的掌心也变得冰凉一片。 魏无羡伸手握住了蓝忘机的手,担忧道,蓝战。 蓝忘机红着眼看着魏无羡,就因为一个金光善。 让他从小没了母亲,有父亲也近乎没有。 魏无羡抱住了蓝忘机,温柔地拍着蓝忘机的背,过去了,一切都过去了。 我相信你母亲现在一定在一个特别好的地方,或者美满的生活。 蓝忘机抱紧魏无羡,点了点头,不愿意松开,主动入他怀的魏无羡。 金光善的记忆总算结束,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人。 魏无羡,这是谁?温室的。 有认识的大吼,这是温家的嫡系二公子温潮。 温潮看着前方的火山,直接跪下了疯狂磕头,我错了。 我不该听长老的话,把水行渊赶去姑苏,我真的错了。 之前金光善的记忆之中也有这一幕,他吩咐他在温家的人,让他鼓动温潮,把水行渊赶往姑苏。 蓝熙尘在看到这一幕,就带着人下山了,去处理那个水行渊。 那道声音出声了,你错在哪里? 温潮哭得鼻涕眼泪流了一脸,水行渊被赶过去时,害死了不少无辜百姓。 其实他一开始做决策时,就想着长老告诉他,只要蓝家受了损伤,他父亲就会开心。 他才这么做的,后来他听到一路上死了不少百姓,他就后悔了,温家一向对百姓很好,可是长老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,他也就不放在心里了。 果然如那道声音一样,凡是温家人出现,都会问一句,你知道,错了吗? 死不认错地,直接扔进地狱上滚上一圈。 罪大恶急得直接死了,继续在地狱里沉沦,一些小罪得受一些苦扔出去。 可能是为了,尽早把还有机会的温家人审理完,接下来的都是温家人。 不过认罪的也要说出自己做过什么事,不认罪的惩罚过后会播放记忆。 温若寒简直大开眼界,他还以为他们温家都是蒸蒸铁汉呢,结果还有一群这么些玩意儿, 居然还是他们温家的血脉。 温家除了有血缘的人,还有一些门生长老也消失了。 他们虽为温家人,可是温家祖上的功德,庇佑不了他们,尤其是那些别家间隙们。 那些人的下场,只能是下地狱了,想回来都回不来了。 温巢看着那些人熟悉的脸庞,痛苦地在那种地方挣扎,吓得一脸苍白,抱住温若寒的大腿,根本不放开,就害怕他放开了他爹的腿,那天木在把他抓去。 温若寒,忍无可忍,无须再忍,一脚把温巢踹出去,温旭走过来,嫌弃地看了一眼温巢。 温旭绝对是这次的幸运,他也被养肺了,可是他从小喜欢练武,修为还行,痴迷练剑,所以还没来得及干点坏事。 逃过了这次的地狱清算。 温旭,父亲,这次消失了1327人,回来了25人。 温若寒点头,有些疲惫地道,金家如何了? 温旭,金光扇的记忆一开始播放,跟他有仇的家族就上去了。 金灵台被剩下的金家长老门生给瓜分了,里面已经空了,对了,父亲,我们找到了金夫人和金子轩的下落,需要动手吗? 温若寒吃笑,疯了。 他们什么也没做过,对他们动手,想下地狱。 温旭浑身一抖,摇头。 温若寒,不想,就带着这玩意儿赶紧走。 温旭低下头,看着跪在地上一身狼狈的温潮,有些无语地揪着温潮的领子走了。 可是温潮所有的安全感都来自温若寒,温旭要带他走。 他死也不干,嗷嗷哭啊,一边嚎一边喊,爹啊,不要离开我。 喊得撕心裂肺的。 温若寒瞪了一眼温旭,温旭,一个手刀。 温潮眼睛一番晕了过去。 这个世界清静了? 没有,天幕上的惨叫声此起彼伏的。 一雪子揉着眉心,真希望他们进的第一个地狱就是拔舌。 这样就叫不出来了,就算不看着天幕也是惨叫声不绝于耳,真是太闹心了。 如今这天幕已经持续了好几天了,他们不可能一直不吃饭,还好兰家的药膳油油一片,不至于让他们因为看多了那些场面在吃大鱼大肉的恶心。 也对,兰家哪里有大鱼大肉。 甚至他们晚上睡觉时,那天幕还在一直继续,他们做梦都是掉进了地狱里受苦,哪里睡得好。 这几天,他们是吃也吃不好,睡也睡不好,每个人都是眼睛下面青乌,眼睛里面都是血丝,瘦了一大圈的模样。 四长老紧张地喊了一声,老大。 没错,出现的人就是兰家的嫡系大长老,四长老的堂兄,也是嫡系长老这辈中的老大。 去世的清衡君师傅是二长老,大长老面前的正是铁树地狱。 四长老紧张地不行,老大有机会没。 大长老看着面前的惨状,脸上的肌肉抖了抖,我做错了便该受罚,来吧。 说完便闭上眼睛,任怪物把他拉走。 片幕中发生的所有事,没出现的人也能看到,不过他们是在一片漆黑的地方有些绝望地等待罢了。 魏无羡一愣,为什么蓝大长老认错了,也没有机会。 那声音似乎笑了一下,当然是那人不原谅他呀。 魏无羡,那人是谁?那人是谁不可说。 魏无羡看着大长老虽然害怕得身上有些颤抖,可是并没有任何行为反抗,任凭怪物把他挂在了树上。 四长老看着大长老疼得咬着牙,头上的汗哗哗掉,心疼得直接转身回了药房。 铁树地狱并不致命,就是后背会撕下来一大块肉,甚至可见内脏,养不好则容易死的。 他赶紧去配药,损失大长老没有别的什么罪行,起码出来之后能保住性命。 大长老以后,贝贝撕下来一大块肉的代价出来了,直接到了四长老的院子。 那天木对他还算可以,没有把他全身扒光挂在树上,还给他留了一条裤子。 大长老出现的那一刻,四长老就接住了他,魏无羡和蓝忘机也一起帮忙,把他带回了房间。 大长老看着蓝忘机,苍白着唇,忘机啊,我书工我古板不知调查真相,才害得你们一家,到了如今这个地步,施工有罪。 四长老无奈,别说话了,先智商。 蓝忘机有些沉默地把大长老扶了进去,便走出房间,在门口安静地站着。 魏无羡在里面帮忙,总算帮大长老止住了血,保住了命才出来。 魏无羡歪头看着蓝忘机,蓝战,你恨他吗? 蓝忘机摇了摇头,不恨,他不是罪手。 应该是说蓝家人是有罪的,不过他们不是害死林轻轻的罪手而已,他们甚至也是受害者。 罪手是制造了一切悲剧的金光扇,还有那个懦弱不作为的青横军。 蓝起人站在云深不知处大门口的迅龟石旁。 这几天,他有空就在这里看着他以前看一眼,就觉得心满意足的家规。 他之前对蓝氏的家规是充满骄傲的,认为能遵守蓝家家规的人才是真正的君子。 如今看来,蓝起人嘲讽一笑,家规什么都不是,甚至给那些恶人披了一层伪君子的皮。 蓝起人叫来门声,开始打磨这个充满字的大石壁,他准备只留下先祖社的那几十条家规,剩下的山去吧,都是一堆无用的东西。 转身回去了,他开始怀疑自己坚持了半辈子的东西究竟有没有用了,发现没有用时,蓝起人勇敢地舍去,虽然很痛,可是伤口里的腐肉不割下去,伤口又怎么能好呢? 青横君走到了林青青的面前,颤抖着声音,青青,你看看我呀。 可是林青青一直看着远方,对任何声音都无知无觉,像是一具人偶。 青横君崩溃了,跪在林青青身前痛哭,青青,都是我的错,你骂我一句,求你了。 我找到他的魂魄之时,三魂七魄散了一半,我已经尽力给他补了,可惜剩下的只能让他在这彼岸花海之中慢慢补全了,可能是一百年,也可能是一千年。 他在补全魂魄之后,我会送他投胎。 青横君赤红着双眼,为何会这样啊? 我还以为,他的声音越发的哽咽,我还以为他已经投胎了。 因为执念,他的执念把他困在那寸天地之中,不能超生。 青横君站起来,看着泛着红光的天空,求你,让我在这里陪青青,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 这里是冥界,你留下不用多久,就会彻底变成鬼。 青横君低头看着林青青,没关系。 那属于你的责任,你的儿子,你的家族呢? 青横君自嘲,我从一开始就没对他们负过责任,我就是一个懦夫。 不管是作为丈夫,还是作为父亲,亦或是兄长宗主我都是不合理的。 我对不起所有人。 到了如今,就让我再自私一回吧,我想留下来陪着青青,我不能。 他拼命往回燕即将流下的泪水,我不能让他自己在这里。 可是你让他自己留在那个小院九年,那九年,他眼前的天地只是那座小院。 青横君泣不成声,我该死,等到送他轮回转世,就让我下地狱吧。 我不配活着,我不配。 看着天幕的人纷纷沉默了。 蓝起人看着这样,痛苦的青横君也红了眼睛,伸手擦了擦眼角的泪,若是回到他们小时候,该有多好啊? 回到那个什么都没发生过的童年。 蓝起人平生第一次尝到了后悔的滋味。 魏无羡跟着天幕上的青横君一起哭,蓝望基硬忍住眼泪, 两只手握紧拳头。 我答应你了,你留下陪他吧。 天幕不再播放关于青横君与林青青的镜头了,那道声音传遍修真界,结束了。 各位,百年之后再见。 天幕突然消失了,像是从来没来过一样。 学子们收拾行李回家了,如今的修真界堪称乱七八糟, 有太多家族被一锅端了,有几个剩几个人的家族因为其他家族成员做的恶事, 他们也不可能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了。 仿佛就那么一瞬间,修真界变得安静无比。 转眼就是一年,青横君去了地狱再也未归, 所以蓝锡尘继承了宗主之位。 水行渊温家也来自己处理了,不知道温若涵用了什么办法,反正没影响到蓝家。 这一年来,因为世家少了八成,有很多地方的邪碎都是温兰涅三人派人去的。 后来散修们开始结伴占据温兰涅处理不及时的地方,门派好像又多了起来。 百姓们的生活也好多过多了,如今的修真界做善事似乎成了风俗, 毕竟谁也不想死后还要受折磨。 魏无羡酒最后从来不断片,他能想起来一切都是他主动的, 他还亲蓝湛的嘴了呢。 后来蓝湛的力气变得突然特别大,把他摁在床上。 魏无羡忽略自己疼得要死的屁股,还酸得不行的腰, 看了看搂着他睡得蓝忘机。 他真是有罪啊,居然玷污了这么干净纯粹的蓝湛。 蓝忘机睁开眼睛,魏英。 他最后自然是断片的,但是蓝忘机有一个本领, 那就是醉得快,醒得也快。 身体里残余的酒精无限放大了他的胆量, 在魏无羡亲他那一瞬间,他直接把人给吃了。 他不后悔,明明是魏英先亲的他。 魏无羡脸红扑扑的,他们两个可没穿衣服抱在一起啊。 蓝湛,我,对不起,我对你做了那种事情。 说实话,魏无羡说这话时,蓝忘机是有一些猛逼的, 什么叫做我对你做了那种事情? 蓝忘机茫然,明明是他对魏英做了那种事情。 不过,好机会。 轻声道,那你要对我负责。 魏无羡猛点头,当然啦,我一定对你负责的。 蓝忘机笑了,那笑容如晴光映雪, 迷得魏无羡情不自禁地亲了亲蓝忘机的唇。 蓝忘机笑得更开心了,一个翻身把魏无羡压在身下。 是他亲他的。 两人又胡闹了一个早晨,等到回去时, 他们就去跟蓝启仁和蓝溪陈说了他们在一起的事。 对此,蓝启仁和蓝溪陈表示很淡定。 这一年来,他们说些对方是他的知己, 可是那行为哪里是知己能做的? 一张床上睡,一起吃饭,用一个杯子喝水。 还有魏无羡对蓝忘,机说话总是黏黏糊糊的, 蓝家人的眼睛又不下,怎么可能看不出来他们两个有一腿。 蓝启仁,既然说清楚了,赶紧成亲吧。 这一年多来,他一直以为两人早就在一起了,好家伙。 原来没有啊。 旺县的婚礼办得很盛大,盛大到在街头乞讨的江婉吟都听说了。 这一年来,江婉吟的生活十分精彩, 他身上带着的银钱本来就不多, 后来还有一个同样身无分文的江雁离, 因为江丰眠做的恶事,他们有很多仇家, 所以即使莲花屋如今变成了一座空屋, 他们也不敢回家。 他们去了眉山,想着舅舅家总该还有人活着, 可惜去了之后只见到了他们的仇人。 江雁离还好,江婉吟引以为傲的金丹被废了。 如今,大家都不敢乱杀人了, 害怕死后下地狱。 可是,对于江婉吟来说, 没有金丹比死了更可怕, 他还是酗酒无度, 钱没了他就让江雁离去赚, 可是江雁离一个弱女子哪里赚得到钱? 最后在江婉吟喝醉之后, 把江雁离打了, 趁着酒进, 直接把他迈进了那种地方。 换来一大笔钱, 继续整日喝酒, 等到他用光了这笔钱, 流落街头, 开始要饭。 要到一点钱继续喝酒, 日子也就这么过了。 听到魏无羡的消息之后, 他忍不住地喝了一口劣质酒, 破口大骂。 不过,谁又能听一个乞丐叫骂呢? 未经许见语酒店 不过,谁又能听个人, 未经许见几个人口劣质酒店 不过,谁又来有解离了其中心劣质酒店 离账酒店 不过,谁能听到我丢砸了 Maria来的 请你 封 ihr